独眼,两只眼和三只眼 和普通人一样的两只眼 小女儿找了三只眼 除了和普通人一样的两只眼睛外 第三只眼睛长在额头中央 于是呀,我们就叫它们独眼,两只眼和三只眼 因为两只眼和普通人长得没什么两样 她的母亲和两个姐妹都很讨厌她 她们把两只眼忽来唤去 让她穿破旧衣服,给她吃残羹剩菜 还想方设法地折磨她 一天,两只眼只得到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还被迫饿着肚子去户外放羊 两只眼很伤心 她坐在田梗上痛哭起来 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 发现身旁站着一个妇人 这个妇人其实是个女巫 女巫问两只眼为什么哭泣 两只眼对她说了 她的母亲和姐妹不喜欢她 并虐待她 让她饿着肚子放羊 女巫对两只眼睛说 可爱的姑娘 擦干你的眼泪 我教你一个办法 你以后就不会再挨饿了 你只要对着你的小羊儿说 小羊儿咪咪叫 小桌子开饭了 这样你的面前就会出现一张 摆满美味佳肴的桌子 你可以尽情地吃 吃完后你只需要说 小羊儿咪咪叫 小桌子消失掉 这样桌子就会在你眼前消失了 说完 说完 女巫就走了 两只眼真的饿极了 她就想试试 于是她就念叨 小羊儿咪咪叫 小桌子开饭了 画刚一出口 一张小桌子就出现在她眼前了 满桌的可口食物正冒着热气 好像刚从厨房里端出来的一样 两只眼喜出望外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吃饱后 她按照那个女巫教给她的那样念叨 小羊儿咪咪叫 小桌子消失掉 转眼之间 小桌子和上面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 两只眼高兴极了 心情十分的舒畅 天黑了 两只眼赶着羊回到家中 动都没动一下 姐妹们给她留下的那一点点食物 第二天 两只眼又出去放羊了 出门的时候 没有搭任何东西 这样过了几天 两只眼的姐妹和母亲开始警觉起来 他们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独眼决定跟着两只眼去放羊 看是不是有什么人给两只眼送来食物 两只眼一下子就看透了独眼的心思 她把羊儿赶到深草丛中 然后对独眼说 我唱个歌给你听 一只眼 你醒着吗 一只眼 你睡着了吗 独眼走累了 太阳又晒得厉害 听着听着 独眼就渐渐地合上了眼睛 睡着了 两只眼看到独眼睡得很香 就念出了女巫教她的歌 美美地吃了一顿 吃完后 两只眼唤醒了独眼 两人一起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 母亲叫三只眼 跟着两只眼去放羊 两只眼又把羊赶到深草丛中 然后对三只眼说 我为你唱只歌吧 三只眼 你醒着吗 她本该接着唱 三只眼 你睡着了吗 有一不小心 她竟唱成 两只眼 你睡着了吗 两只眼 反复不断地唱着 三只眼 你醒着吗 两只眼 你睡着了吗 唱着唱着 三只眼的两只眼睛合上睡着了 可是那歌 没有唱到的第三只眼睛 却没有睡着 两只眼 以为三只眼已经睡着了 就念起女巫教她的歌 叫出了小桌子 吃了一顿 这一切 被三只眼看得清清楚楚 回到家中 三只眼告诉母亲和姐姐 她所看到的一切 母亲听了大怒 把羊杀了 两只眼十分地伤心 她跑到田梗上大哭了起来 突然 那个女巫又出现在两只眼面前 两只眼伤心地告诉了女巫 那只可爱的羊 被母亲和姐妹杀了 女巫对两只眼睛说 我再教你一个好办法 你去求你的姐妹们 要她们把那只羊的内脏给你 然后 你把羊的内脏 埋在你家门前的地下 你会有好运的 两只眼回到家中 要求她的姐妹 给了她羊的内脏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两只眼悄悄地 把羊内脏埋在了家门前 第二天早上 当母女几个醒来 走出家门的时候 发现在她们面前 挺立着一棵 满是亮闪闪的银叶子 和黄灿灿的金苹果树 母亲和姐妹弄不明白 一夜之间 怎么会长出这么一棵树来 只有两只眼 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 母亲叫独眼上树 去摘些果子 独眼爬了上去 可每当她伸出手 去摘苹果的时候 树枝总是从她的手里 滑脱开去 母亲又叫三只眼去摘 可三只眼还是摘不到 母亲很生气 就自个儿爬了上去 可她也一样 什么都摘不到 两只眼睛说 让我来试试吧 没准我能行 两只眼爬上树去 说来也奇怪 她很顺利地摘了满满一围兜 母亲就从两只眼手里 把苹果抢了过去 可母亲和姐妹 并不因此对两只眼好一点 相反 他们对她比以前更为狠毒了 一天 当母女几个站在树下的时候 远远地来了一位年轻的骑士 独眼和三只眼 把一个空筒盖在两只眼身上 为的是不让骑士看到两只眼 骑士是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 他看到这棵金果银叶树 很是惊奇 像姐妹俩要树上的一根树枝 但姐妹俩 无论怎么实际 就是折不到树枝 就在这时 两只眼滚到了骑士身边 他的美貌让骑士惊呆了 骑士央求两只眼 给他从树上折一根树枝 两只眼爬上树去 轻松地就折下了一根 长满一叶金果的树枝 把它递给了骑士 骑士很高兴 骑士就问两只眼要如何报答 两只眼说 我在这儿从早到晚忍饥挨饿 痛苦不堪 要是你能带我离开这儿 我就太高兴了 骑士把两只眼抱上自己的马 把它带回了父亲的城堡 在那里 骑士和两只眼举行了热闹的婚礼 那棵树也跟着两只眼来到了城堡里 就长在两只眼住的房间的窗外 就这样 两只眼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 过了很多年 有两个乞丐来到两只眼住的城堡 求他施舍 当两只眼看清了他们的面孔时 认出他们原来竟是独眼和三只眼 两只眼不仅非常欢迎他们 还十分地关心善待他们 独眼和三只眼 从心底里对自己年轻时 虐待两只眼的心境 感到了悔恨万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